谢谢大家 南存辉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总经济师陈文龄 先后发言 结合实际介绍工作情况 提出意见和建议 在听取大家发言后 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 他强调 八年来 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我们统筹谋划 推动高质量发展 构建新发展格局 和共建一带一路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把基础设施应连通 作为重要方向 把规则标准软连通 作为重要支撑 把同共建国家人民 新连通作为重要基础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 取得实打实 沉甸甸的成就 通过共建一带一路 提高了国内各区域开放水平 拓展了对外开放领域 推动了制度型开放 要深化数字领域合作 发展思路电商 构建数字合作格局 要实施好科技创新行动计划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合作 打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 科技发展环境 习近平强调 要更好服务 构建新发展格局 要统筹考虑和谋划 构建新发展格局 和共建一带一路 聚焦新发力点 塑造新结合点 要加快完善各具特色 互为补充 畅通安全的路上通道 优化海上布局 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提供有力支撑 要加强产业链 供应链畅通衔接 推动来源多元化 要优质打造标志性工程 民生工程是快速提升 共建国家民众获得感的重要途径 要加强统筹谋划 形成更多接地气 聚人心的合作成果 习近平强调 要全面强化风险防控 要落实风险防控制度 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 和主管部门管理责任 要探索建立境外项目风险的 全天候预警评估综合服务平台 及时预警定期评估 要加强海外利益保护 国际反恐 安全保障等机制的协同协作 共同讲好 共建一带一路故事 韩正主持会议时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为新时代推进 共建一带一路工作 提供了根本遵循 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 认真贯彻落实 请不吝点赞订阅